欢迎收看乌鸡小世界 我是Dr. Raymond 今个星期真是拗头 问一下监制 你想我说什么 监制说不知道 整个星期都没有新闻 那你知道我 生性多疑 我觉得奇怪 有什么理由国际间没什么大新闻 于是翻开报纸上网 找一下 真是没什么大新闻 越想越觉得奇怪 不妥不妥不妥 没什么理由 凡是国际之间突然间没了新闻 必然有些事要发生 或者必然有些新闻不出街 或者必然有人把东西放下 突然间令我醒起 还有72小时就来了 什么911 20周年 72小时之后就是了 我们今个星期就预早看一看这件事 大家可能会想911 20周年跟没有新闻有什么关系 其实关系很大 原因是如果你想深一层 首先大家可能会说 用这件事去想20周年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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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用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用人的角度去看 什么意思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不知道电视机面前 或者电脑面前的观众 你是多少岁 但是有人是在30岁的时候见到911 有人是在20岁的时候见到911 也有人是刚刚出生的时候 2001年见到911 他是完全不知道什么事 这三种人其实对社会影响十分之大 因为他们的反应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怎样发展 整个社会的所有部署 包括美国怎样去做他的外交政策 都某程度上是牵涉在这每一堆不同的人 他们怎样看911 就讲最简单的那些 18至25岁年少起胜的人 如果当年遇到911 很有可能2001年去了阿富汗 2003年去了伊拉克 大家想想 如果还记得我们2003年香港有沙士 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养狗 我家里有养狗 我小时候是一只狼狗 最初带狼狗去散步的时候 每次我拿口罩出来 他便会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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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或谁喜欢戴口罩 但运了之后 每次都知道戴口罩戴外出街 我的狗狗就很开心 看起身戴口罩就弄大口罩 相反我记得我小时候 如果我生病 我的爸爸就叫我戴口罩 沒有传染人戴口罩 扶着自己的嘴 但当时我觉得用狗狗的角度 又不是外面戴什么着口罩 覺得自己變成小狗 很不開心 但不要忘記 生於2000年後的小朋友 或是90年代的小朋友 90年後的當時時 現在不是小朋友 現在很大 當時時的小朋友會覺得 從小到起戴口罩原來是衛生的意思 是負責任的意思 所以他們對口罩的感覺不同 我對口罩的感覺 相同道理 當年18歲的見到911 和剛出生的 也不是叫做經歷911 是之後才告訴他們 截然不同 18歲的那堆 就是我講美國人 見到911 他們會見到的是 原來一小撮人找一架飛機 這樣就可以搞到那麼多人傷亡 很嚴重 他們亦會覺得 原來一件這樣的事件 會影響美國經濟那麼嚴重 一件這樣的事件 會影響他們將來的感覺那麼嚴重 一件這樣的事件 會令到他們以前可能揹著背囊 就可以到處去 但現在去到機場有安檢 去到到處都這樣檢查 那樣檢查 我記得我以前過美國的時候 去到海關上就被人截住了 先生你是不是帶武器在身 武器?什麼武器? 我覺得很丟頭 然後他說不是 X光機見到你有東西 不是吧? 莫非被人插裝 我心想很嚴重 然後我就很認真地問他 老實實我真的沒有帶武器 你可否讓我看看 你看到甚麼 海關那個人很有趣 他說你自己擱頭來看看 於是我伸了頭去看 他說你看看你有子彈在 蛤?子彈?不是啊 阿先生 那你開箱來看吧 我馬上開了行李箱給他看 其實只不過是我放在行李箱旁的 一辣AAA 3A電池 那一辣電池他以為是子彈 於是他就猜我有武器 當然不是 下次我記得電池千萬不要帶 但是相同道理的就是 很多年青人都會覺得 現在去旅行那麼麻煩 他們見到的是一個麻煩了的世界 他們見到的是一個沒有開心的世界 不像以前那麼高興的世界 特別是如果還要去打仗 說去阿富汗或者去伊賴赫 這兩堆或者是同一堆人 那這些人他們的人生觀是變得很厲害的 他們會覺得本來很輕鬆的人生觀 變成你要天天步步為營 可能會死的 可能會遇到什麼襲擊的 可能會有生命危險的 等等這些東西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那這一堆人當年為何會去打仗呢 如果你想清楚一點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因為美國讀書真的很貴 而參軍就可以令到他們有政府的資助 讓他們讀書便宜一點 殊不知換來就是一個人生亡滅不了的經歷 如果大家有懷疑的話 其實近這十年就興起了各式各樣種類的瑜伽 其實某程度上正正就是因為這一堆 是打完仗回來 是有很多戰爭後遺症的當年的年輕人 他們是需要找方法去舒緩自己 令到自己的心情不再那麼緊張 那麼繃緊的天天好像要面對生死 他們要做一個正常人 所以連社會上銷售的東西都會變賣了 賣一些瑜伽給你 讓你可以披一披 休息一休息 慢下來 當然不可以不說的是 因為自從有了這件事 即是我講的九一日的恐怖襲擊之後 美國時任總統當時的小布殊 他改組了美國政府 變成有多一個叫做國土安全部 而下面有一大堆這些部門 他們花錢現在就變得因為有恐怖襲擊 有國土安全的藉口 就變成可以花很多錢 可以不售 不過國會都很難監測 不太透明 你看到這些生態令整個美國 當然如果你再看的話 年紀再輕一些又怎樣呢 不妨看小朋友那些 可能當時是幾歲的 甚至乎是剛出生的 換句話說 可能是九五年後出生的小朋友 當時他們可能是六七歲 不要忘記一件事 他年紀越輕 特別是在九一日後才出生的話 他所聽到的東西 他所看到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原因不是因為這件事變了 大家不妨想像一下 親身經歷過的那個時代 跟你之後再講那個時代 是兩回事 特別是 很多時候你都會見到年長的朋友 他們會說 你看看你的年輕 竟然不明白當時的苦況 就是因為他沒有經歷過 經歷過是兩回事 這班小朋友 他所見到的 當然現在都不是小朋友 都是年輕人 都二十多歲 他們當年 是沒有親身真真正正 在他已經認知的情況下 去看到這件事 他可能再大一點 10歲11歲 或是當時師傅沒有告訴他 或是他見到電視機 可能他只是見到這些 但他所見到的 就是一連串的傷心 為甚麼 因為他未必第一時間 感覺到那件事 有多恐怖 但他感覺到周邊的人不開心 如果養狗你就知道了 你就會發覺當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狗仔就會走過來 看著你 他也知道你不開心 雖然他不知道你不開心甚麼 但他感受到你的不開心 這種感覺 就會藏在這堆小朋友 當然 年紀越輕 他可能見到的東西 就相對越少 因為 始終悲傷會慢慢慢慢過去 一年比一年淡下去 他見到的越來越少 當然如果今天才出生的人 他見到 原來已經二十周年 他可能沒甚麼感覺 情況等如我跟你說 在唐朝有元武門之變 你有甚麼感覺 就是歷史 有甚麼感覺 但如果你生於當時時 你感覺十分之濃烈 所以 時間越遠 故事越短 所以感覺到的 亦都越少 於是 問題就出現了 你會說 Dr Raymond 你說這些做甚麼 如果你想清楚一點 用另一個角度去看的話 你就知道 這件事對美國政壇 有多大影響 為甚麼 我記得之前有人問我 他說 很擔心 拜登一把年多了 看他有甚麼能力打中國 我心在想 其實如果他健健康康 尚且都還好 起碼他知道發生甚麼事 最擔心他真是老人癡癡 癡了 他下面那堆人 借他的名義發動戰爭 更糟糕 你會說這件事 關於剛才說的甚麼事 如果大家深水清 你就會知道 你會見到近幾年的美國政壇 是沒有甚麼很年輕的政客 上來 可以有能力競選總統寶座 不是他們沒有人 而是他們有個斷層 甚麼斷層 就是在911的這段時間 當時時的這堆鷹派 他們今天都老了 而取而代之 慢慢 成熟的這一班 其實都某程度上經歷過911 就是經歷過2001年這件事 而這些人 其實過去這20年已經開始 發展出一種 以前 頂籠的都是懷疑政府 現在不是了 懷疑世界 懷疑政府 外面又信不過 入面又信不過 那種懷疑人生的情況 就出來了 如果這些人你要擺他上去一個總統位置的話 其實本來就不是問題大的 問題就是 老一派不想見到他們 我說美國 所以美國如果要給這一派上來的話 問題就出現了 我怎樣給他上來 一上來 他們明知道 其實我們美國 就打這個打那個 找這個祭旗就拿那個好處 其實好衰格的 情況就等於 你爸爸 走私販毒 然後你做兒子 你覺得 糟了 我都要為社會做一些事 於是你都是決心 都是出家去念佛算了 那是不是很嚴重呢 但是爸爸可能就是 叱測風雲的 但是兒子突然覺得 我也是不想做爸爸 這樣的勾當 但其實他也是 被爸爸養大的 問題就不是這件事那麼簡單 而是 爸爸會覺得 為什麼你不做呢 兒子會覺得 爸爸我不想做 他這個斷層 現在就在美國出現 你想想他下一代 怎麼還走上來 用固有的美國做法 到處去辣這個辣的從而得益 如果是這樣的話 美國傳統的國際策略 或者國際上 那種 拿好處的策略 就斷攬了 於是你會看到 兩個陣營 都搞不定 這個不是民主 共和黨的問題 亦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更加會推特朗普上來 因為這個人是瘋狂的 既然他是瘋狂的 起碼他要跟之前的做法 不要理他還會否共和民主 因為大家如果知道 特朗普本來是民主黨 選不到總統 就專為共和黨再選 所以根本他都沒有什麼政治的 立場可言 問題是 他仍然都是老一輩 所以你會看到 他們的政壇裏面 不想帶那一輩的人上來 因為那一輩的人上來 某程度就是 已經是覺得美國的價值已經退息了 已經是墮落了 已經不再是風光或者輝煌 這樣他們不願意捧這些人上來 這個位 正正就是我們國家 很好的時機 為什麼 因為中國一路起飛 某程度上就是 美國覺得 不行 我要踩住你 你不可以做我一哥的位 我不會讓位 中國哪有空做一哥的位 神經病 你就做飽了 但問題就是 他有那份情義結覺得自己是老大 但是他的下一輩就沒有這種情義結 他只是 很難地 不知怎樣由創傷走出來 這一種問題其實很嚴重 因為 在學習的角度大家都知道 你學了一件事後 舉個例 2001年後 那一代的美國人 某程度上覺得所有外國人 移民 穆斯林 華人 你都是恐怖的 你學了你很難把他弄走 這件事 因為你已經入了心 入了上腦 然後你告訴他 其實不是 中國人不是 點點點不是 但他又見到自己的政府 去殘殺其他人 在華富汗又搞到人家民不聊生 然後周圍都是這樣 他很難去面對自己 要不就選一個沒什麼良心的人 可以 但如果真的要選一個 正正常上的人 去領導美國的話 他們有難度 來到這個位 他們卡住了 去不了 也在這個位 也都見到的 中國 真的 要令到美國人覺得 原來他們已經是大國 是時候了 因為他們會明白 政府 他們的政府 已經騙得他們透了 是時候 看看世界 變成怎樣 這個也某程度上 解釋了一件事 如果大家近來有看著美國的傳媒的話 你會發覺 拜登在近來的民望急跌 由他上任100天的時候 已經跌到得回 54%的支持率 和41%反對率 去到剛剛上個星期 我們說 9、1、20周年之前的一個星期 已經得回大約 4成半的支持率 和 4成8的反對率 你想想一下 為什麼會跌得那麼急 是不是真的只是國內的問題 美國很流行 要麼 總統就是 做國內的東西好得 做國外的東西就一般 要麼做國外的東西好得 能夠拿到聲譽回來 但是國內就一般 但是拜登國內又不行 國外又不行 為什麼 不單止是因為政策問題 而是因為 某程度上 他有一個很嚴重的代溝 他在過去的20年 教錯了他們自己的人 利用這件事 去教導自己的人變了質 所以 他都沒有辦法保存 他們固有美國那種價值 既然保存不了的話 自然就退息 當然 既然退息 自然會被其他人趕上 想取代 我們不是想取代他們 而是他們自己跑慢了 你跑慢 不要說人家跑得快 所以你會發覺 美國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不停地希望用國際的影響力 去做一些圈套出來 去製造新的一些戰場 或者新的一些事件 去扭開民心 繼續沒有了20年的阿富汗 希望有下一個 做多一點出來 但是如果大家有懷疑的 上一陣子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走去新加坡和越南之前 這兩個國家 都紛紛在他到之前 就馬上說 我們不會 Pick size 我們不會選哪一站 我們很中立 你想想 個個在你到之前 都說不會靠哪一站 即擺明落你面 擺明是 不買你那套 所以 他們在國際事務上 我講美國 很明顯已經失去了 那種領導地位 所以 大家都已經明白 特別是我們亞洲國家 都已經明白了這件事 所以我們都已經 不會再 那麼容易跌落 美國的這些圈套 講到尾 是美國人經常說要自由 自由 自由的嘛 那麼 個個都說 出身就有自由 那現在 我們都有自由 不買你那套 是不是 所以 就好像他們 經常都唱 他們講話 Born free 不好做美國老 亞洲五中圈套 Cause we're Born free 下週再和你 屈肌小世界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肌TV的頻道 留言 讚好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字幕視聴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感谢观看